這些就是原本的調理包 那有採購的比如說我們就會採購這邊的麵 比如說刀削麵啊 就要選擇比較符合選手的口味的 所以這些就是我們會去採購的 冰箱也會有一些新鮮的蔬菜類的 葉菜類的 我們會挑就是台灣人會比較喜歡吃的 比如說白菜 然後青江菜跟花椰菜 比較火紅的是紅燒牛肉麵 然後跟小龍湯包昨天就銷了大概260顆 就有點出乎我們意料有點嚇到了 對然後另外我們明天還會開滷肉飯 是可能預期會比較熱銷的東西 因為他就是選手平常就是 入口街邊就會常吃到的東西 我想所有的餐跟奧運會的餐都是一樣的 都沒有去做改變 只是我們在做調理上 因為選手在身上的部分 本來不能吃得那麼鹹 所以我們廚師有在做另外的一個口味的調配 這次的白米飯 那米也是特別去挑選手喜歡吃圓潤和獅子的米 然後另外這次也有就是提供的台灣味 就是茶葉蛋的部分 那這個也會幫選手加餐 就是餐點還會額外再附茶葉蛋 因為帕韻的選手有些是輪椅的 那輪椅的選手其實他在熱量的需求上 跟熱量的消耗上 其實沒有像奧運的選手那麼多 那我們就會減量提供 那跆拳島就沒有點我們的餐了 對對對 因為我們的餐就是分量上還是會比較多 跟可能比如說蛋白質的量比較多 所以跆拳道這位選手就是我們中心的營養師 就是負責支援跆拳道營養師 其實有另外設計菜攤給他吃 那我來這兩天我感受很深刻 那其實台灣這次的奧運 帕運也是都一樣 選手都一樣的待遇 坐商務艙 然後膳食公寓 村外運動中心 然後這個運動科學的支援團 有物理治療師 營養師 有心理諮商師 而且都是村外 村內都有 村內不主動 村外在旁邊在設 讓選手感受到好像在家訓練 在家比賽的那種溫馨跟溫暖